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5月11日 星期四 來到深夜鏡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跟進一下蔡天鳳撤零方面的情況 據報蔡天鳳的家屬打算在6月為蔡天鳳撤零 並以3D打印技術為蔡天鳳修復為體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基本上都是令人痛心 家因蔡天鳳是死無存事 涉案人等稍後會否諸多狡辯 還要等待法庭進一步的消息 另一雙亦講講各大最新的熱話 據報近來經常越來越多的詐騙短訊 詐騙電話 據了解有位網友一招反擊 令到那些詐騙網站癱瘓 整個過程如何 據了解是出動了AI 和各位一起講講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越場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蔡天鳳在6月寶福紀念館設靈 家屬打算以3D打印技術作為體修復 報導的內文提到 28歲香港名媛 蔡天鳳疑似被殺害支解攀屍 消息指家屬將會在6月18日 在大圍寶福紀念館地下的寶福堂 為蔡天鳳撤靈 每日出品 令狗移送大嶼山 寶蓮 蟬子進行火葬禮 蔡天鳳的屍體有部分殘骸至今無法找回 有知情人士向HK01表示 家屬將會進行遺體修復 已經聘用了海外高科技機構 用3D打印和化妝重塑頸部 頭腦和容顏 以便讓前來葬禮的悼念者有需要的話 能夠見到他安場遺容 葬禮並不會對外開放 家屬有計劃遭用傳動殯儀館 以免有外人進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據報蔡天鳳6月撤靈 相關的葬禮並不會對外開放 家屬希望為蔡天鳳修復為體 大家知道相當困難 結果有消息指已經聘用了海外高科技機構 用3D打印技術 希望能夠修復到蔡天鳳的遺體 以便出席葬禮的人能夠沾養他的遺容 怎樣說也好 其實這宗案一定令人感到相當心痛和發指 最新案情的礦球一家已經上過程 最新發展就是本來自身事外的前家姑李瑞香 有DNA的外套在案發現場找到 估計案情稍後會有所變化 另外轉體另一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沙京丁九橋說想吐於是下車 說這位54歲的跟車工人是墮海死亡 據報原來他14歲的兒子 在上星期腦中風過世了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消息指這位聖理的男子 向老闆表示身前任職貨車司機 從事運送床育工作多年 他今天開工的時間向老闆表示身體不舒服 不開車 或安排負責跟車工作 今天下午約摩點半鐘 貨車駛至丁九橋往屯門方向中段時 勝利的男子向司機表示想吐 並要求停車 他在停車過後走到馬路邊 撞錢吐吐 其間越走越近橋邊 司機見撞車提醒他走回橋中間 以免發生危險 不過勝利的男子無理會 更加跨過欄杆跳下去 倒鱷於橋底的石等 消防到場將他救起 可惜他已經證實死亡 據了解勝利的男子已婚 欲有一名14歲的兒子 不過他的兒子上星期因為腦中風過世 勝利男子一直情緒低落 他的手機內容顯示 曾經搜尋跳橋自殺的資料 警方初步相信勝利的男子是自殺的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相當心痛的消息 據報今天這位跟車工人 本來應該是司機 跟老闆說想跟車 今天不方便開車 結果去到丁九橋想吐 於是下車頭頭 結果跳橋 原來他是上星期 他的十四歲兒子 老中風過世了 怨死者安息 另外轉看另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電片信息扮電信箱 握個人資料 高登有位網友 靠著AI TrekGBT反擊 成功癱瘓了網站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那位網友在高登討論區 以這個為了反擊騙局短訊 你可以去到多盡為提發貼文 指近日不時收到騙局短訊 感到非常煩意 同時擔心不熟悉使用電子產品的長輩 或者會中招 決定出手 教訓這班騙徒 他從發送者的資料得知 扮作電信箱的訊息 是由儲值電話卡發出 內容鵝稱 他的帳戶的積分即將到期 要求對方按入提供的網站 登入並兌換禮物 事主按入這些網站後 發現網子串錯電信箱的名字 就說 不過騙那些不認識的阿公阿婆 這些騙讀已經足夠了 而且無論在帳戶和密碼欄輸入什麼內容 網站都會跳入中獎頁面 實質是騙真正的用家帳戶的資料 本身對網頁工程有所認識的事主就說 正常情況下若要舉報這些相關網站 只需要把網站資料通知各大瀏覽器和防毒軟件供應箱 以便封鎖相關網站就可以了 不過他就這樣說 但單單是這樣就太便宜他們了 既然他這麼喜歡收集那些帳戶名稱 密碼 今次我就找了TrackGBT 即那個AI來幫忙 幫他填滿Database 即資料庫 話說這個事主 他起初找TrackGBT 即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 要求代為製作網頁 企圖以大量虛構資料 貪婚那個騙案的網站 不過起初 TrackGBT不太情緣 認為他的動機有可疑 誰知他動之意情 希望那個聊天機械人能幫他 誰知被他說成功了 那個聊天機械人最後幫他 提供了一大堆程式碼 結果成功用這個方法 令到相關網站癱瘓 事主反擊電片網站的經歷 引來網友的討論 不少人大讚這位巴打好波 亦有人說支持為民除害 又對他成功感動 那個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的經歷感到好奇 就說真的挺差勁 電腦起初不肯幫你 最後又變成幫你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網絡熱話之一 話說近來越來越多這些詐騙廣告 又叫你登入網站 又輸入資料 結果就說你中獎 再騙你錢 這位網友頂不順 於是他本身對網頁製作有所認識 出手 找AI幫忙 AI要狠才行 他又哄得好 哄得好那個AI AI幫他寫了一大堆程式碼 結果就癱瘓了相關網站 結果其他阿公阿婆若然登入那個網站 就會連不上那個伺服器 認真好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酒樓限時一小時 女生就慎了點心都未上齊 就已經趕他走 就說都沒有人排隊 不過一個關鍵 惹來爭議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話說這位市主在Facebook群組發帖文 指日前光顧九龍城廣場某間酒樓 剛剛開始吃點心 才發現有限時 就說喝茶要計時都算 一個小時真是誇張 吃麥當勞一個小時就差不多 他細說喝茶選點心等廚房蒸好再送上桌 程序都需要時間 限時一個小時太過勉強 又指一行三人在平日光顧 朋友叫了幾龍點心 他到達的時間又喊了五至六龍 就說又不是假期 還有很多桌子就叫他們走 東西剛剛來也未齊 我們也是剛剛吃 網友看過鐵文後 紛紛討論酒樓限制用餐時間的安排 就說 見到計時指牌立即掉頭 又質疑一個小時是否足夠 就說如果十分鐘能夠上齊餐一個小時 可以接受和表示理解 也有人說 我還以為他的酒樓開在尖東 這麼厲害 現在什麼細度 不過也有網友留意到市主上傳的另一張照片 酒樓門外是有告示牌寫明三人用餐時間限時一個小時 批評他未有看清楚 就說 都沒有人逼你去 也有人罵他 寫到這樣 照進去 即你明白只有60分鐘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若然酒樓限時一個小時 你又吃不吃得切 這家市主把相關經歷寫上網 不過網友發現 不是 門口寫明是限一小時 若然你知道 你照進去的話 是你的責任 結果網友的意見都相當兩極 我是曠仔 我們下次短片繼續聊天